红花继木是一种常见的观赏植物 它的花朵鲜艳美丽 叶子翠绿有光泽 是很多人喜欢的植物之一 但是 红花继木的养殖 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下面就来介绍一下 红花继木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 如果大家有其他养花问题 欢迎随时私信提问 1.红花继木的养殖方法 1.土壤选择红花继木 喜欢生长在肥沃 排水良好的土壤中 可以选择泥碳土 辅液土 沙土等混合的土壤 也可以加入适量的腐熟有机肥料 2.光照 红花继木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 可以放在室内阳台 或者室外阳光充足的地方 但是要避免长时间暴晒 3.温度 红花继木喜欢温暖的环境 适宜的生长温度为18摄氏度 至25摄氏度 夏季高温时要注意遮阳降温 4.水分红花继木 喜欢湿润的环境 但是不能过于湿润 以免引起根部腐烂 一般每周浇水一至二次 夏季高温时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 5.施肥红花继木生长期 需要适量的营养 可以每月试一次有机肥料 或者复合肥料 但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以免烧伤根部 6.修剪红花继木生长迅速 需要定期修剪 保持树形美观 可以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修剪 将过长或者杂乱的枝条修剪掉 7.病虫害防治红花继木 容易受到牙虫 白粉病 叶斑病等病虫害的侵袭 可以使用农药进行防治 但是要注意使用方法和剂量 以免对植物造成伤害 2.红花继木的注意事项 1.避免长时间暴晒 红花继木 喜欢光照充足的环境 但是长时间暴晒 会对植物造成伤害 容易导致叶子枯黄 尾粘等现象 2.避免过度浇水 红花继木喜欢湿润的环境 但是过度浇水 会导致根部腐烂 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3.避免过度施肥 红花继木需要适量的营养 但是过度施肥 会导致根部烧伤 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4.注意病虫害防治 红花继木 容易受到牙虫 白粉病 叶斑病等病虫害的侵袭 要及时发现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以免对植物造成伤害 5.定期修剪 红花继木生长迅速 需要定期修剪 保持树形美观 可以在春季和秋季进行修剪 将过长或者杂乱的枝条 修剪掉 促进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6.注意环境温度 红花继木 喜欢温暖的环境 适宜的生长温度 为18摄氏度至25摄氏度 夏季高温时 要注意遮阳降温 以免对植物造成伤害 7.注意植物的位置 红花继木需要放置在光罩充足 通风良好的位置 避免放置在阴暗潮湿的环境中 以免影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 感谢观看